今天是2023年4月17日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上個星期來香港訪問6天 官方形容就是考察 但是除了前天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時發言之外 夏寶龍至今並沒有什麼公開發言 過去那天有些場合都有記者提問 他都沒有什麼特別回應 但是綜合他過去五天訪港活動 可以看到考察不是重點 主要的目的也不是真的要聽什麼的意見 很多東西相信中央要聽的其實都已經聽了 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向香港政府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社會主要的界別 市民等等、大眾等等 說清楚中央的一些底線、紅線 對民主、自由、選舉等等的立場 首要就是要維護國家安全、政府的威望 民主、自由或者選舉就要走中國式道路的 選舉並非等於民主 集會的遊行不是唯一的表達意見的一個途徑 借用全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以前就是前 人大常委 譚耀宗的形容就是可面則面 遊行可面則面 夏寶龍是2019年反西內風暴以來 訪港的第一位港澳辦主任 過去四年政治震盪 接著就疫情了 香港各方面都重創 經濟、民生、工作現在就追落後 其實就相對容易 因為始終香港的社會、民間社會、經濟等等 都有一定的根基、銀力、有自我修復的能力 但是政治社會的後遺症、制度、互信的破壞 政府角色其實就很重要 特別在一國兩制之下 中央政府的角色更加是一個關鍵 其實我們很多看到 所謂深層次矛盾衝突的一個主要的源頭 亦都是自然 亦都是在解決這些矛盾裏面 中央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過去這五天 夏寶龍訪港所見 他的著眼點很明顯 其實是展明中央對國家安全 對香港管治、發展等等的一些基本立場 目的就是統一思想 統一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公務員 以至於商界、外商等等 他們的一些想法 亦都希望他們掌握了解中央的一些想法 並沒有嘗試走向社會上 對政府不滿、對中央失望的一大群 這個其實是無助治療 2019社運之後所產生的一些 所造成的一些創傷 要重建政府和民間互信的必要 經歷過港區國安法、新選舉制度的洗禮 人權、自由就面目全非了 不少人對夏寶龍訪港考察 不可以說存在很大的期望 甚至是零期望 自然也未必會理會 但是也會感覺到 就是他們說了些什麼 做了些什麼 做了些什麼 去了哪裡 見過些什麼人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 可以這樣說 這個考察行程 基本上可以說 符合預期 因為沒有什麼預期 自然也沒有什麼所謂失望 但是始終你的官員下來了 搞了這麼多事情 不少人會 雖然沒有期望 但是也會感覺到 越來越會感覺到 就是說香港的地方 是不太屬於自己 好像是屬於另一些人 他們很有熱誠 很高興地做一些事情 社會的撕裂對立會持續 你說什麼大和解 就更加遙遙無期了 夏寶龍昨天就閉門 見過一些立法會議員 傳媒綜合了很多議員的 一些分別引述 就說夏寶龍說了一些 對議員的期望 就說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應該積極和政府協商 提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不要搞鬍 不要為了吸引眼球 又強調說 不是反對就是代表民主 又說希望 議員就樹立理性表達意見的榜樣 不應該移動 就鼓勵市民上街 佔領政府 挑起市民和政府的對立 這麼說 前天發言的時候 就提過一句說 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 昨天還特別澄清 就說 不是說香港不可以遊行 就說 如果遊行純粹表達意見 OK 但是不可以利用遊行 做一些不法的意圖 這樣說 夏寶龍一方面就說 議員公眾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但又強調 應該和政府談 不要上街 不一定要上街 譚耀宗就更加坦白 直接 他就說 夏寶龍的意思 即是說 遊行可面則面 可面則面 這句說話真是可圈可點 簡單來說 就是 夏寶龍整理的看法 其實都是一些中央 維穩的那種心態 即是心態 即是一個總的目標 反對政府遊行上街 就是那四個字 可面則面 可面則面 香港人是不是天生喜歡上街遊行呢 從看過去的歷史和常理分析 香港人的DNA 就 不可以說有什麼遊行上街的基因 過去都會看到 有些遊行事實際上 未必說真的很多人 有些當然說有100萬人 200萬人 六四也好 或者是2003也好 2014也好 佔中也好 但是 過去也都看到 就算六四的燭光萬匯 有些日子都會是相對比較少人 中外古今歷史 其實對 都看到了 不少的抗議示威 其實原因都真的很簡單 四個字 官逼文法 政府的事情 造成了一些民怨 民怨 即是職序 出來反對你 不止香港是這樣 很多地方其實都是這樣 不同制度的地方也是這樣 2019年的動盪 觸發點也很清楚 前特首林鄭 要修訂這個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 這樣就 搞得獲足了 上街是市民最直接表達意見的方式 特別當他們會覺得 他們的聲音沒有被政府 沒有被一些議會的議員 等等尊重 聽得到他們的聲音 不想啞隱的話 就自然 被選擇上街 在2019年 香港社運遍地開花 中央認為這是顏色革命 我相信 中央主事的官員 至今 都可能未明白 又或者未能接受得到 香港出現一個這樣的亂局 反過來 不少香港人也不明白 也不相信 這個小城曾經爆發過什麼顏色革命 危害到這個十幾億人民的國家的安全 自然也不理解中央為什麼有這樣的憂慮 為什麼說什麼顏色革命 對他們來說 上街做近乎礦街這樣走 過去的遊行也都真的這樣 你逛逛街可以參加一下遊行 上街 上街一會兒就可以繼續逛街 反對或者所謂說不 say no 真是平常事 但今天就變成了可大可少 還是大的可能性大些 甚至說可面則面 夏寶龍明天就結束六天的考察 考察到什麼呢 有什麼發現呢 就要看看他明天怎麼說 明天再跟大家分析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